第九百二十集 同来自星空的另一段 昔日也有过一段爱恋 最终却要生死相想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一天 李小曼并未说异语 而只是一步一步的前进 银色的凤凰哥指向叶凡的胸口 杀起营野 叶凡知晓 两人间的一切早已经成为过去 他原以为即便相逢也是平淡如水 可是未想到竟是这种你死我活的局面 他觉得两人并没有什么仇怨 发展到这一步实在是出乎意料 有些莫名所以 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你真的如此绝情 要对我动手 叶凡平静的看着他 一阵沉默 呛的一声 叶凡放下凤凰哥 平淡开口 你走吧 我为什么要走 还没有除掉华云飞呢 那你是想留下来 约我一站吗 李小曼声音平缓 但却有一种冷写 难道我还怕你们不成 叶凡站在黑色战车上 独队前方的两人 你在逼我动手 李小曼身上莲花战衣闪烁 一道道连一样的光滑波动而出 手中的银色战戈 越发的璀璨了 叶凡大笑 但多少有一丝落寞 毕竟来自同一片星空下 也曾有过一段往事 但到头来却这样相对 你们两个一起上吧 你帮我盯住那辆黑色的龙车 李小曼对华云飞开口 对王者身兵有一丝忌惮 不过却也没有太在意 因为他手中的凤凰歌很非凡 华云飞点头说了一声好 悬在其头顶上方的大星 越发的赤声了 挤满了天穷 压向黑色的古战车 李小曼莲花战衣斩动 发出铿腔之音 他手持银色战歌终于出手了 一道如银河一样的匹链缭绕 他手中的凤凰战歌 如有生命一样 吞吐天地惊气 发出一声黄鸣 而后冲起一只银色的神黄 扑向前来 李小曼挥动战歌 携斩向叶凡的镜像 上来就是辣手毫不留情 要劈掉其头颅 非常的果断与干脆 与此同时 华云飞催动那颗大星 全力压制那辆黑色的古战车 让叶凡无法以王者身兵对敌 疲于应付 叶凡冷笑 轮动打身边 抽在银色的战歌上 发出一声清烈穿云的声响 如一口黄中大驴在轰鸣 他愧然不动 立身在战车上 你还不行 李小曼身体矩阵 倒飞出去很远 不过却也并无大碍 他的瞳孔迸发出两道金芒 溢出一股强盛的气息 口中发出一声轻齿 在这一刻 一股玄秘的神力波动涌出 他的毛子化成了金铜 整个人多了一种莫名的神韵 如一尊圣灵降生 这是一种很诡异的变化 他浑身流动出种金色的光彩 如一尊神明临晨 在其背后出现一幅可怕的画面 一个未知的存在 如神一样的高高在上 在其脚下有诸多金身罗汉 导服甚至还有菩萨 流淌神圣血液 李小曼变得有些妖异 但金色的毛子开合间 射出两道可怕的光束 但整个人 却也越发的神圣不可侵犯了 他如云绣发都快化成了金色 莲花战衣也如黄金胶筑 慢慢变色 唯有手中最不凡的凤凰歌 还是银色闪烁盛光 叶凡心中一跳 这种强大的力量 绝不止道工秘境 他觉得李小曼很不对劲 李小曼如今著成 肌肤精盈 但是却笼罩黄金圣光 一步一步走来 根本没有一丝凡尘气息 带着一种难以说清的威亚 与原来的气质大相径庭 叶凡大喝一声 这是谁的力量 当先动手了 驾驭黑色的战车 轮动打身边向前击去 天空中大星矩阵 阻挡古战车 华云飞以非仙之力截杀 不让他临近 叶凡一声长啸 体外的黄金 太极圆绚烂夺目 转动阴阳 流淌生与死的力量 生之门对准己身 死之门转向非仙之力 李小曼出手 手中的凤凰战歌清明 化成一只神皇冲了过来 与打身边剧烈碰撞 这一次竟平分秋色 叶凡不相信 他可以修到这种境界 那种金色的胜利 绝不属于他 摇曳而神秘 让他都无比忌惮 但却摸不清状况 他并不惧怕 以斗字绝演化太极圆 立身在龙车上 手持打身边 大战李小曼 神力不绝 血气如永恒神炉 熊熊燃烧 你们两个一起来受死 叶凡冷神 他将自己的战力 提升到了八进领域内 华云飞一声狼笑 打到宝平臣服 手持奉斥 刘金堂 国端出手 他可不是一个古板的人 什么独占不过是浮烟 他行事百无禁忌 一夜反雨之大战 本就是劲敌 而今又有大员到来 就更加难以对决了 虚空一阵颤抖 李小曼身体流动圣洁 神灰像是披上了一层神图 一个又一个金色的小漩涡 呈现体表上 每一个金色漩涡都像是连着一个世界 深不可测 里面各盘座有一道金色的身影 宝像庄严 如神灵在沉水 夜反以黄金太极元 震退化云飞 瓦解飞仙之力 令其再次遭受轻创 而后 如一道蛟龙一样 冲向了李小曼 一种好大的天音响起 李小曼被金色的光滑笼罩 那365个金色的小旋窝中 发出如蝉场一样的神音 这是什么 夜反身体矩阵 若非有黄金太极元阻挡 他万法不沾身 多半就会被这神秘的天音 冻穿了耳骨 刺进了心海中 他眼花斗子绝 轮动大身边 披向李小曼的头颅 以不可阻挡的神力 破灭万法 粉碎真空 天穷崩塌 李小曼倒退 但是身上那365个金色的小漩涡 更深邃了 绽放冲销的光芒 浩大的天音 如灭式的大漠盘在转动 神音搅碎一起 不断地冲撞黄金太极元 拥有一万军之力 无尽虚空大破灭 在这种浩大的声音下 一下子破烂了 唯有365个金色漩涡在转动 黄金太极元巨阵 叶凡以八进战力 打开大河 将实力提升到了极限尽头 轰破那绚烂的金光 将大神边砸了下去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365个金色的漩涡中 各吐出了一道神光 化成一只金色的手掌 挡住了大神边 不然 形状如剑棍一样的木边 定会将李小曼抽个骨断金蛇 根本不可能承受得住 这不是你的力量 叶凡心头矩阵 他感受到一种危险的气息 似曾相识 但是却无法明辨属于谁